上期节目我们看到了超智商的凯尔对感情的懵懵懂懂 而今天又会发现凯尔哪些秘密呢 下面我们一同观看天赐五六集吧 暑假过后孩子又要重回学校上课 为了使凯尔更能适应人们的生活 你可决定找到学校方为凯尔提供上学的机会 他提出凯尔的特殊需要一对一的辅导 而校方却认为费用太高不愿意提供 所以准备了高中测试题 测试通过才同意凯尔上学 凯尔对校园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想要一探究竟 于是跟随校长进行考试 在罗利的教室里 老师故意出联题为难学生们 激发他们对学习数学的热情 参加测试的凯尔对数学以外的学科都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华盛顿是谁 美国在1942年发生了什么 铃声响起 凯尔看见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 他自己也跟着走了出去 不知不觉来到了上节课罗利的教室 看见了罗利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问题 并又解答了出来 老师回来看见后非常吃惊 因为从来没有学生 解答出来过这道题 到了午饭的时间 凯尔坐在了一个外号叫书呆子的旁边 同学们都不喜欢他 待在他身边的人也会被讨厌 而凯尔却因为看见了书呆子画的话 而跟他聊了起来 并告诉他自己不知道华盛顿是谁 考试遇到了问题 书呆子带凯尔来到了图书馆 向他推荐百科全书 这里有他想要的答案 凯尔在书里浏览了人类的起源 访问了全球的文明 只用了半天时间就熟知了22本书 17000篇文章的内容 一家人出门后 汤姆就溜进了尼可家 进入各个房间装上监视器 尼可回到家中 汤姆还藏在凯尔的房间 他到处躲藏尼可 制造有人入室抢劫的假象 在尼可家门口 假装成来巡逻的安保人员 说是看见有人想从窗户进去他们家 凑巧被他发现跟了上来 史蒂文不放心汤姆说的是否是真话 于是向安保公司证实汤姆的身份 原来汤姆在神秘公司辞职后 为了更好地监视凯尔 就来到小区的安保公司上班 学校里 乔治在上课时讽刺了上课 不会读课文的同学 被同学听到后怀恨在心 处处针对他 在楼道里 截住乔治并打了他一拳 这一幕被凯尔看见 跑过来拦住了他 在凯尔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男孩将凯尔踢下楼梯 乔治见凯尔掉下楼梯 着急地推了男孩 男孩气急败坏地想要收拾乔治 再一次被凯尔拦下 男孩一拳打在了墙上 不服气的男孩想要将凯尔一起收拾 没想到他的身手堪比武打明星 打不到凯尔的男孩一脚踩空 尽量摔下楼梯 凯尔将他一把抓住拉了上来 校长看见这些 本就不想将凯尔留下来的想法更加坚定 执意说凯尔打了男孩 他来学校 这时罗利告诉了老师 是凯尔解除了那道题 老师来到办公室 要校长一定留下他 校长用凯尔做不出测试题 为由拒绝老师 凯尔表示 现在他可以完成测试题 因为他已经记住了 一整套百科全书的内容 仅仅用了半个小时 就完成了五个小时的考试 校长不得不同意凯尔成绩过关 就可以掩赖上学的决定 凯尔告诉家人 他想要来上学 但是要和其他同学一样上课 不要一对一辅导 这样才能学到他想要的知识 回家前 书太子送给他一张 自己画的英勇的凯尔 说他就像漫画里超级英雄一样 凯尔因此又交到了一个新朋友 感到高兴 李宇娇家的夜晚 凯尔第一次做了噩梦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走向他 这时窗外正有人敲凯尔的窗户 是罗利的男朋友戴克伦 他和凯尔寒暄了几句 让凯尔收留他一晚 于是凯尔拿出毯子 将他留下了 第二天罗利想让戴克伦偷偷溜走 走到门口不巧遇到了史蒂文 戴克伦只好装作 是刚刚来家里为罗利过生日 早餐 妮可为庆祝罗利生日 做了蓝莓煎饼 他们提到了回忆和家庭传统 凯尔因为自己没有这些过往 而感到伤感 饭后凯尔告诉妮可自己做了噩梦 并画出了在梦中出现的男人画像 凯尔确信 这不是梦 而是真实的记忆 他推测出他在森林里醒来的那天也是 这样雷语交加的夜晚 所以他认出了这个男人 是在他醒来的那个夜晚出现的 开始想要通过别的方式 使自己想起更多 妮可安慰他 药物的方式会有副作用 他可以不用着急 慢慢回忆 开始听了妮可的话 慢慢平静下来 出门检查窗户的史蒂文 发现了脚印 和窗框的血迹 碰上来巡逻的汤姆 史蒂文带他来到家里 跟他说了这些情况和凯尔画的画像 汤姆表示他不认识这个人 会把画交给警察来调查这件事 汤姆回到车上 不知给谁打了一通电话 告诉电话里的人 他遇到了麻烦 因为凯尔想起了一些事 汤姆回到家后 一直从监控监视着凯尔 史蒂文夫妇对于近期发生的事 对凯尔的身份也有了荒谬的想法 甚至他们快要相信巧诗的说法了 阿曼达不想一人在家 于是来找凯尔玩 和他在浴缸里聊天 罗里也拿出巧诗的桌游 和孩子们一起玩 孩子们玩一个占卜盘的游戏 说出一个问题 占卜盘会告诉你答案 孩子们一一提出问题 轮到凯尔 他问占卜盘 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神奇的是 占卜盘真的自己在移动 告诉他们一串数字 781227 大家都认为这只是游戏 不用当真 可凯尔却对这串数字认真了起来 雨停了 孩子们出来呼吸 新鲜空气 凯尔一直望着天空 感受空气中的气压 突然回头跟孩子们说 快进去 一头闪电在这时 出现劈碎了花盆 回到屋子里的凯尔 上网查询那串数字的寒意 而乔治 坚持滔滔不绝说 凯尔是个外星人 这刺激到了凯尔 让他很激动 急切地对尼克说 再也不想被周围的人 当作怪人 尼克慢慢平复凯尔的心情 帮他调整呼吸 告诉他一切都会没事的 汤姆再次增门 告诉史蒂文 闯入者的事情 凯尔认出了汤姆 他赶紧澄清 总在附近巡逻 见过他是正常的 汤姆说出 是肇事逃逸的戴克伦 在窗户上留下的血迹和脚印 在罗里的说服下 戴克伦决定去自首 已经平静的凯尔从墙上 摘下他画的记忆里的场景 这些话让他很难过 阿曼达告诉凯尔 没有从前的记忆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有些痛苦的记忆 没有会更好 他的话让凯尔开心起来 不再为这件事苦恼 史蒂文夫妇知道真相后 也放心了 轻松了解了孩子们的事情 随后继续为罗里准备生日蛋糕 凯尔来帮忙插蜡烛 就在乔治不知道该怎样 向凯尔道歉时 凯尔开口说 我不生气了 乔治放心的告诉他们家的传统 将普通蜡烛换成吹不灭的那种 用来整裹过生日的人 罗里告诉凯尔 只要他愿意 可以和他一起过生日 直到他想起自己的生日 两人一起许愿 一起吹不灭的蜡烛 早晨史蒂文在读报纸 看天气预报 凯尔发现了记忆中戴眼镜的男人 就是报纸上报道的人 尼克给侦探先生打了电话 告诉他这件事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凯尔记忆里 而纳川数字又代表着什么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展开想象 下期揭晓谈 好 好 好